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為你介紹一個健皮保腎的湯水 現在帶你們去街市看看栗子 我選了貴臨錐 因為它比較容易軟 2磅是40元 以及這部機器 將栗子放在這部機上 這部機器可以將栗子打殼和皮 但可能不是當栗子也有 在我街市那邊 都多當栗子有這些機器 現在它將栗子打殼 拔了電掣後就倒出來給我 不過平時很少看到它打殼 可能這次買2磅 有機會多就會打殼 我買了2磅栗子 不過用一半來煲湯 有一半留下一次燜菜 另外紅蘿蔔一條 豬腳蓮子有半條 另外淮山蓮子磁實 各五前 我們用清水浸淮淮山蓮子磁實 浸半小時 淮山磁實可以健皮胃 蓮子可以強化心臟 這些磅珠 hard Zaif возможно, إ Cannot 地壓著 蓮上 蓮上蓋子 痊磅可以熟一半 剩下薪amente 於 ост 放在冰箱裡面 倒會以消吊 栗子可以健脾胃 又可以保肾 对于高血压 观心病 或者血管眼化 都是有改善的作用 而且它又可以 医治夜尿 而且又可以抗疲劳 所以它的功效很好 而且它的味道也很好 那个猪脚骨 滚了之后 我们再煮它两分钟 就可以去掉血水 然后倒出来清洗 这些猪脚骨 有很丰富的蛋白质 还有氨基酸 还有骨胶原 所以可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 又可以调养虚弱的身体 又可以强壮我们的筋骨 还有吃的时候口感也很好 那红萝卜呢 我们就匹皮 红萝卜就有很丰富的胡萝卜素 又有维他命A 所以对夜盲症 就是很有帮助 又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又可以抗癌 在砧板下面 沾块湿布 避免线刀 红萝卜就将其切件 其实红萝卜对于小朋友 发育也是很有帮助的 那些淮山池实的那些 浸完水之后 就清洗干净它就可以了 那水滚呢 我就预测了2.5L水 可以将材料放下去煮 方法也是很简单 盖上盖子就大火 煮多5分钟 然后转小火 1小时 喝之前就加少许盐调味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汤是非常清甜 很好味的 大人小朋友都喜欢 你们不妨试试吧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就like share和subscribe我的频道 在我的影片下面 都有红色订阅的位置 你按下旁边的小钟 选择全部 那就订阅成功了 是费用全面的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还可以like它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